我的妈呀 机器人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了吗 本期视频不容错过 给大家介绍六大可能干掉人类的机器人 有了炫酷的他 演员替身可能就要失业了 超电子机器人是一种电子动画特技替身 凭借其机载精密的传感器 他可以在18米的高空飞行 自己在空中控制重心 他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屈膝翻筋动 什么时候该拉手臂扭转 甚至什么时候放慢旋转的速度 最后以帅气的姿势落地 而且他有自主的思维 也就是说他可以随时修正自己在空中的动作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他穿上美国队长服装的样子 他是世界上第一个能识别面部和基本人类情感的 会表达情绪的社交类人型机器人 这个肤白软萌的小姑娘叫小胡椒 软银称他是具有人类的情感 茶言观色 端茶送水 唱歌跳舞 一个小胡椒就抵得上服务员加导购加市场分析师 一台只要人民币10650元 目前PayPal已经被全球2000多家公司采用 完美地适用于零售和金融行业 你说是不是要取代传统的人工服务呢 他身高1米55 拿40斤的包裹轻轻松松 10月15日Agility宣布DJet类人机器人正式对外出售 官网下单25万美元一台 这样哪有力拉满的机器人你会买吗 或许未来一辆面包车下来一车机器人 专门给你搬家 给你送快递也不再生了 有没有想过如果都是机器人干活 人干嘛呢 会跑酷的机器人你见过吗 我们接着往下看 他会跑酷会后空翻 他是机器人中的发迹高手 早在2017年他就掌握了后空翻 双脚跳跃 360度自旋转 一气呵成的连招震惊了全世界 他叫阿特勒斯 不仅能够站立行走 搬运重物 跑步 甚至被人推也能够摇晃后 仍然平衡的站立 如此强大 圈粉无数 关键 这还是个可成长性的机器人 每年都会学习新动作 更快 更难 更强 最新的阿特勒斯已经可以做体操了 如果你已经惊叹 接下来的这个会让你震惊 他号称是迄今为止 最先进的类人机器人 索维娜 能够模仿人的姿势 抓住水平 在白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这些动作在类人机器人的研究史上 一直是没有做到过的 特别是抓住水平 在人类看来很简单 但是机器人 抓住水平 不仅需要知道精准的位置 还需要拿捏轻重 他还会拿起手机美美的自拍 与阿特勒斯单调的前后翻滚和旋转比起来 苏雷纳几乎能够进行全神的运动 并且完成各种生活中的动作 他才是真正接近了生活 霍金曾经警告人类 开发人工智能可能会导致人类的灭亡 如今一个工业机器人 就可以平均承担1.6个工人的工作 全球机器人上岛率10年内猛增了30% 已经抢走了2000万工人的饭碗 机器人究竟是怎么抢走你的工作的 我们借着往下看 人还没有下岗呢 狗先失业了 这是波士顿动力的机器狗Sport 正在牧场放羊 他还能给你拿快递帮你搬家 不喊苦不喊累 你还在家摸鱼 机器狗早就已经开始抢你的工作了 offer一个接着一个 甚至还欠了石油公司 巡逻24小时都不带间断的 保安这个职业 估计要不了多久就要消失了 咱们再来看看这个机器驴更牛 Sport 11送快递5万件 充4度电就能跑100多公里 吃苦耐劳 每天能送500个快递 雷暴闪电 高温雨雪 他都在勤勤恳恳的和人类厂工作 快递少哥 会不会也要失业了呢 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我 下期视频再见